昆虫不论种类或数量 都是极为庞大的一群 在这块生物多样性共同的舞台上 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理论 说明了这些生物为了争取生存的机会 它们各显神通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斗争 是一幕幕永不止息的画面 究竟谁能傲视这个残酷鬼 究竟谁能傲视这个残酷鬼 五月 在北回归县贯穿的杂木林边 已经能嗅出空气中围焦的热气 在这草丛间煮起的隐形决斗擂台边 第一号选手 螳螂 早已来到会场 冷静地等待对手的道理 螳螂 螳螂的头部呈三角形 富眼八达 几乎占据头的一半 它们是外形最怪异的昆虫之一 两颗大大的突出的富眼 视角很广 加上它呈倒三角的头 可以灵活地大角度转动 而头部后缘有一排感觉毛 它搜寻猎物转动头部时 可以透过感觉毛被压的长度 来调整攻击的方向与角度 所以在它前面移动的猎物 都难逃螳螂双眼的掌控 螳螂最厉害的是 前族特化成一对强壮的镰刀状捕捉族 腿节和镜节内外侧各有两台利刺 是攻击猎物及自卫的主要武器 一侦测到猎物 螳螂除了紧盯着它的行动 一方面也会模拟叶片 左右摇摆着姿态慢慢地接近 螳螂好像计算着猎物是否在攻击范围内 一旦确认进入可猎捕距离 捕捉图就紧靠在胸前 完全静止动 准备出击 螳螂前族特化而成的捕捉图上面 覆满了有如鲨鱼牙齿般的利刺 如此威武的武器 在临行前的合拢预备动作 倒向是在为即将命丧黄泉的家伙 做最后的捕捕 也许这样 螳螂又有祈祷层的俗敏 许多肉食性昆虫 除了具有高大的身材优势 锐利的爪或牙 具爆发性的行动能力 也可为决胜的条件 可是螳螂的捕捉族不具步行功能 另外四只纤细的脚 光是支撑笨重的身体 似乎也无暇展现爆发性的行动力了 它该如何追捕猎物呢 螳螂有六只脚 可是它把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在前面那两只脚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的 后面那四只脚 是不利于用来行坐的 这个时候螳螂只好选择 用伪装或者是伏击的方式 来猎捕它的猎物 那一般来讲螳螂有很好的把握设 可以隐藏在这个背景里面 在那里静静的静静的等待 等待猎物的靠近 只要猎物呢 够得到它攻击的范围内呢 它就一下子呢 伸出这个前脚出来 那后来把猎物够到嘴边来 这个时候就收到清来了 猎物一旦被镰刀状的捕捉族 请抱住 精锐的细刺瞬间刺入昆虫体内 并被刀臂稳稳夹住 猎物想要挣脱 成功几率几乎是零 灵敏迅速地捕疾动作 就是能飞扇蹦的中司或大蝗虫 也难逃它的攻击 猎物呢一旦进入螳螂的捕捉範围呢 它就会调整好捕捉的这个角度 而且呢瞬间呢就展出了它的这个双脚 它的速度呢达到二十五分之一秒 而且呢很快的就把猎物呢收到清来 从这里我们看出来 耐心的等候呢是值得的 它的成功几率呢几乎是百分之百 螳螂的口气十分锋利 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咬开受害者的坚硬外表 并快速地往消化道里押送 螳螂进食时通常会很有效率地处理猎物 这样可能会减少它被其他天体捕食的机会 通常从猎物较柔软的腹部开始进食 这里不像其他部位 具有坚硬的外骨和包覆 处理完最柔嫩的部位 螳螂回过头来 啃食猎物的胸与头部 对螳螂来说 烈补不易 它不会浪费这些难得的食物 威武的胜利者在宝石一顿之后 谨慎地清洁它的武器 只要前组沾上少量食物渣 很容易造成真菌感染 这对任何螳螂来说 都是致命的 螳螂虽然是昆虫王国的大白鲨 可是它还是有很多天体 像是鸟啦蜥蜴啦等等 当天体要攻击螳螂的时候 螳螂可不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呢 螳螂会不甘事实地摆出黄毅的姿势 把镰刀高扣地举起来 那这就是螳螂挡车啦 有的时候呢 还可以看到螳螂 会瞬间把这个翅膀躺开来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庞大 这个时候呢 天体会被吓退了 或者是它的猎物呢 就吓傻了 就呆呆地被它攻击 但有一种寄生性的天敌 却难以预防 这个无孔不入的铁线虫 有着光滑无比的细绳状身躯 它寄生在螳螂体内 吸收脂肪成长 由于铁线虫的寄生 使得母螳螂未能等到产卵便死亡了 母螳螂产卵始 来包覆卵力 这些泡沫状胶质硬化之后 便形成卵囊 保护其内的卵 顺利孵化成为小螳螂 刚孵化的一龄小螳螂 通常短时间内 会聚集在飘销附近 等到长大后再分散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螳螂之间 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戏码 当孵化的数量太多 食物来源又不充足的情况下 小螳螂就会发生 四相残杀的情况 一如孵化 褪皮时也是螳螂最脆弱的时候 褪皮不仅耗费体力 也必须运用到全身的协调性 更重要的是 长时间处在不动的状况下 容易遭遇攻击 但只要顺利褪皮成功 就能褪变为体型更壮 猎捕武器更强 更凶猛的杀手 褪变成功的闪电杀手 迫不及待地想试试 褪皮后的武器性能 生物的本能 驱使它再次猎杀 捕捉族猛然弹出 再次证明它的武器更上一级 草丛间这座隐形的决斗擂台 输赢在瞬间就判定 肉食性昆虫 通常都有独猛武器或招数 才能顺利捕捉猎物 不同于螳螂 策划强大的捕捉族 生吞活泼的吃法 猎春立春 单靠一张嘴 就能击败对手 无论是全身布满刺激 看起来总是脾气暴躁 张牙舞爪的猎春 还是铁形壮硕 布满金属光泽 宛如披上五彩盔甲的猎春 能称霸植物童间 靠得全是那巧妙的 隐藏于腹下的四溪式口气 不同于守株带兔的螳螂 猎春立春 更能灵活地移动身体 主动狩猎 它先观察猎物的动静 缓缓地 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攻击的时刻一到 立即伸出隐藏于负面的口气 四川猎物体表 此时由大鳄小鳄所组成的口针 便可以向内伸入猎物的肌肉 同时注入麻醉物质与消化液 再把消化后的肉汁吸进肚子里 锋利的口针刺穿猎物的外骨骼 被攻击的幼虫或许会有立刻甩动身体的举动来摆脱捕食 对于捕食者来说 如果猎物挣脱 还可以再进行另一波攻击行动 直到捕食成功 若察觉有干扰或危机 机灵的猎春就用口气将猎物举起或叼着走 寻找隐蔽处 再安静地保食一顿 生死决斗的擂台 这次转移到干涸的沙丘 海滨地区在猎羊的强力照射下 看不出有任何生物活动的迹象 但是直伏在一片平静沙丽底下的 却是骇人听闻的遗尸 只要猎物一不小心踏进危险地域 就像陷入流沙一般 越是挣扎 就越被滑动的沙丽困住 最后被遗尸拖往洞内直到永远消失 海边的沙丘 河岸堆积的沙地上 一个个漏斗状的坑坑洞洞就是遗尸的家 以尸的身体呈长土圆形 背部粗糙有两道纵向斑点 腹部肥大 呈沙灰色并布满刚硬的短毛 特化的大鳄猛利一甲 就是致命的武器 和沙土如出一彻的体色 隐身在沙力中根本很难被发现 隐身的头部前面 有一个大鳄弯曲的大鳄 看起来就像老虎犬一样 这不是他的脚 而是他的口气 而且他的头部连接在胸部这个地方 前胸很小 可以使头部可以灵活的转动 就好像我们人类的颈子一样 另外他的头部的前方比较扁平 所以他可以靠着这个甩头的动作 就像这个铲子一样 可以把这个沙力往上喷 以师常会在沙地上做成一个漏斗形的穴 这既是他的家 也是他捕食猎物的陷阱 把挖洞 倒窝 是以倒着的方式进行的 将腹部尾端坐立 以铜心圆的方式往下绕圈 做成血型凹洞 不出20分钟的时间 一个漏斗状的沙坑陷阱就大空告知 挖好陷阱 以师会完全藏匿于凹穴底层内 只会露出一小节大鳄 等待猎物经过 不小心跌落沙穴中 再用向老虎前的大鳄 瞬间用力潜住猎物身体 以师的卫装功夫很好 在附近活动的蚂蚁 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只要猎物一接近陷阱边缘 以师感觉有沙力掉落 它会拨沙打击陷阱石坡 造成表面的沙力滑动 加速猎物滑入沙坑底层 由于沙力松动 所以猎物越挣扎 沙力越容易下滑 反而更无法爬出洞穴 在猎物一滚落陷阱底层 以师的大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用力一夹 胜负存语王立即判定 以师神出鬼没的捕食方式 一点也不让螳螂静默的伏击 专美于钱 当这个猎物一陷入到沙坑里面去 以师就用很快的速度 用大鳄紧紧地抓住这个猎物 那以师的这个大鳄其实是一个凹槽 在小鳄再盖在上面 就形成了一个吸管 那用这个吸管就插到猎物的身体里面 就可以吸食猎物的体液 然后慢慢地吸 慢慢地吸 直到整个猎物都干扁了以后 它还会把猎物的尸体 抛出这个陷阱外面去 如果把猎物的尸体留在沙坑里面 就会暴露出它的心中来 以师这种守株待兔 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下一餐什么时候会到 更可怕的是碰到了下宜 或者是沙地潮湿的时候 洞口的陷阱沙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他们可以不吃不喝 最常可以忍受二到三个月的饥饿 不像一般饮师需要耗费时间 选定场域制作漏斗型的陷阱 另一类的超大饮师气力更大 大饿也更为发达 他不需要多此一举的诱敌陷阱 大饿就是他的行动捕兽甲 不受地形天候时间的限制 只要感应头顶上沙力的震动 就能将猎物口到擒来 他是令所有沙地昆虫害怕的大饮师 在这片干涸的沙地里 不知大饮师 拟步行虫的幼虫 也有极佳的耐受力 拟步行虫在爬行中 若遇到大饮师 哪怕是抖落身边的一颗小沙力 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大饮师一等猎物把他进化 感受到沙力的震动 就从平缓的沙地中 发动猛烈攻击 内力的大饿马 瞬间拔定而起 牢牢的潜住猎物 快速往沙地里拖行 不足几秒的时间 变雾淹没在一片滚滚黄沙里 陆地的小水蛙 一群轻功了得的高手 静静浮在水面 等候猎物的到来 这片水域就是他们的战场 长期演化的结果 让这片水域族群的肖长 趋于疲惑 但诡谴的伏极与捕食 随时都有可能 在某个角落上演 这群身体纤细轻盈的水敏 通常是群期性的生活 中年可以在净水域 或溪流缓流面上 看到他们一派悠闲的滑水 听功是他的绝招 让他可以在水面上 快速地跳跃 滑行或觅食 水敏前足短 可以用来抓住猎物 细长的中足 则是他在水面滑行的主要双甲 后足则操控着行进的方向 就像舵一样 但到底是何等的本领 让水敏可以在水面上 既不弄湿身体 也不会没入水里 答案在于六支足 腹结上的这些浓密的毛 以及中后足和水面形成的角度 足的腹结上 长着一排排带有油脂的细毛 细毛与细毛之间包含空气 具有防水功效 腹结也会以较平缓的角度 贴平水面 使他的足在运动时 不至于划破水面 沉入水里 除了水敏足上的细毛结构 当然水的表面张力 也发挥了作用 它撑住了水敏的重量 水表面的分子之间 会互相吸引 而产生了表面张力 这个表面张力 可以撑住水敏的重量 所以水敏可以 悠悠自在地在水面上滑行 也不会陷入到水里面 另外水敏身体腹部 也布满了细细小小的毛 在这些细细小小的毛中间 保有很多的空气 所以水敏就像 穿了一件救生衣在身上 它们在水面上每秒钟 可滑行身体长度 一百倍的距离 甚至也可以靠着 中足的力量 做出弹跳的动作 水敏除了产卵和孵化的时期 大多数的时间 都离不开水面 靠着不同水波震动的波长 所传递的讯号 就可以作为 它们采取下一阶段行动的依据 所以水面上的动静 左右着它们一切的生活与生存 寻偶 交配 也要靠水波传递讯息 这只运气不佳的文白蝶 不小心误闯蜘蛛部下的天罗地网 虽然奋力挣脱 但用尽气力的它 已无力在震翅高飞 只能衰弱地 任由身躯随着重力飘落 跌入水面的文白蝶 正是寻求逃脱的可能 越是挣扎 泛起了水波越是强烈 第一时间 水波已传递到水泯足坚的感觉器 瞬间 水泯立即做出反应 迈开长脚 向猎物所在的方位 滑行过去 这个意外失足的文白蝶 在水泯守株待兔的捕食方法里 无疑的 像是上天赐下最美好的礼物 水泯借着水波讯息 确定猎物位置 攀上猎物的身体 第一对足先抓住猎物 再用刺吸式的口气 刺入小鼠体内 注入消化性的物质 它可以用来刺入猎物的身体里面 深入到它的内脏以及肌肉 吸取丰富的蛋白质 注入猎物体内的消化液 将猎物组织分解成肉糜状 使水泯更能有效率地吸收食物 水泯会集体享用这得来不易的美食 它们会各自选定用餐的位置 分别用前脚抓住固定 再用口气插入猎物吸食体液 过程中没有先来后到 或领域主权的区别 各自享用着大餐 但当猎物体型较小 只够一只虫享用的时候 水米就会一面拖着吸食中的尸体 一面静静地滑向引避处 远离的饭 独自享用 相同的水域 厮杀的战场可不是只属于水米 这群号称是空中飞龙的飞行好手 它们的智宠也将在水面底下 进行一场攸关生死的生存战争 这平静的湖面 是蜻蜓最喜爱的栖息环境 蜻蜓统治了这片天空 使宁静中潜藏了许多斗争和杀戮 蜻蜓是一群自从恐龙时代前 就存在于地球的古老昆虫 现在有许多种的蜻蜓 仍然活跃于溪流 湖泊与沼泽的环境中 蜻蜓的颜色鲜艳多变 体型壮硕 发达的复眼 占据头部相当大的比例 并且具有强而有力的咀嚼式口气 强壮的胸部肌肉带动翅膀 使蜻蜓有高超的飞行技巧 在昆虫王国里 是数一数二的飞行好手 可以任意在空中行进或者停留 可捕捉其他飞行中的昆虫 如苍蝇 蚊虫等 因此有空中飞龙的称号 虽然蜻蜓在空中 拥有绝对的这个优势 可以捕食其他飞行中的小昆虫 但是一到繁殖的季节 我们却可以看到熊蜻蜓 为了确保自己的繁殖优势 在此蜻蜓残卵的时候 熊蜻蜓会在上方警戒 一有其他的熊蜻蜓接近的时候 它就会去冲撞 驱赶 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基因 得以延续下去 蜻蜓点水 是蜻蜓最常见的产卵方式之一 交配后的雌蜻蜓一边飞行 一边以尾端碰触水面 让卵力随意地沉入水中 有些蜻蜓一次点水 可以产三到五颗卵 有些则高达上百颗 都是为了应付不同环境下 所演化出的生殖策略 然而蜻蜓不仅仅在空中称霸 在水面下孵化的蜻蜓智虫 未来也将是凶狠的水中枭雄 这些孵化后的蜻蜓智虫 称为水菜 仿佛戴面具的外形 比成虫来得凶狠 它们从小生活在水中 必须先学会称霸的能力 才有资格离水语化 翱翔在天际 水菜在水中的游泳能力并不优秀 没有办法迅速追捕水中的猎物 于是它们发展出另一套攻击模式与武器 这个终极武器就是它们脸上面具般的捕获器 相较于空中飞行员 水菜比较像是水中生物的狙击手 它们喜欢攀附在水生植物的枝条 水底的枯枝落叶或石头上 低调的体色让它们与环境相融 甚至会让水草 泥沙覆盖在自己的身上 让猎物无从发现而自投罗网 纵使它们能够卫装自己不被发现 但是要成功地捕捉到猎物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这些水中狙击手来说 出手的速度就是一切 水菜最明显的特征呢 就是它的下唇特化成捕捉器 这个捕获器呢 外形就像面罩一样 下唇特化的这个捕获器 像是水菜的双手 可以帮助它紧紧地抓住这个猎物 而且这个下唇呢 它还有带有钩子 这个钩子呢 可以钩住这个猎物 固定猎物的身体 所以猎物想要在这场攻击中 挣扎脱逃 机会是维护其位 身为狙击手 不仅需具备耐心伏击的能力 还必须要搜寻猎物 悄悄移动 为自己寻找有利的制高点 在狙击降低戒心的猎物 水菜除了伏击 也会捏手捏脚地接近猎物 当猎物进入射程范围 水菜便会轻巧地调整至 最好的攻击姿态 义其必命 最好的漏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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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其他水生昆虫的呼吸方式 有的用捕捉气泡 形成天然的氧气瓶 有的用呼吸管 涂出水面来呼吸 可是水菜呢 却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吸器官 就像鱼的鳃一样 称作直肠鳃 直肠鳃可以在水中进行气体的交换 同时产生的喷射水流 也推动身体往前走 水菜借由腹部尾端直肠吸水 水进入直肠后 透过紧连直肠的气管网络 直接吸收水中的溶氧 再把缺氧的水排出 遇到危险时 直肠鳃的运作 可以转为高速加压 喷射状排出的水 形成向后推力 加速水菜笔直地往前喷射逃亡 不同于水菜 另外一种它们的近亲 同为青灵木的智虫 外形更为纤细 腹部尾端 还有像是小鱼尾棋般的三片尾塞 这些尾塞用来帮助呼吸 吸收水中的溶氧 这些外表鲜弱的智虫们 生来就是当杀手的料 具备很残酷的武器 下唇特化的污桌器 它们先是躲藏在水中枝条 或石头细缝间 静静地观察水中小鱼苗 浮游性节肢动物的活动 一锁定目标 它们毫不留情展开攻击 这要命的武器 施展在这只毫无防备的小鱼身上 下唇弹彈车的速度 快到人眼几乎看不见 制成迅速的取食 吃相弹不上优雅 过程更没有一丝喘息的时间 两人实际上 水中的昆虫世界没有永远的胜利者 只要烧不留神 水中霸主的称号 马上就会拱手让人 外形像蝎子的红娘华 瞬间制服了水柴 他的武器不仅仅是他强而有力的前卒 更致命的杀机 隐藏在他不起眼的刺吸式口气里面 这个刺吸式口气 让他可以麻痹猎物 同时吸取他的体液 红娘华 增状的口气内部 连接了拖曳线 所以当红娘华捕捉到猎物以后 就会从拖曳线里面 输出具有麻醉性的这种 拖曳出来 然后当这些麻醉性的物质 深入到猎物体内去以后 就开始发挥作用 猎物就不会再乱动 这个时候红娘华就可以安稳地吸食 猎物体内的质疑 红娘华是水中的另一种掠食高手 他卫装与伏击的能力 比水柴更加高明 以水中落叶的外形姿态 静静地隐藏在水中不起眼的角落 似机而动 被红娘华击败的水柴 眼看着已经没有机会成为空中的霸主了 在昆虫的世界里 除了天敌与颜柯的气候变化 体型 速度 特化的外形 与一点诡诈的品质谋略 成了胜出与否的关键 在达尔文 物竞天则的演化舞台上 逝者主导着剧情的发展 他们的后代也得以延续下来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 交织成绵密的食物碗 造就了生物多样性 丰富了我们的视野 也使得生态系得以永续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